这个是Wolf Media's Rallying Crime A crime for our freedom and justice You're watching Wolf Media's Hall of War All we've made, come to the free land 纽约之家,以太坊挖矿加盟 我这个以太坊停了电了 就是说原来因为房东的线烧了 房东不同意在他这里继续挖矿 他让我再找新的地方 那现在郑先生 郑先生是我原来的老朋友 他说呢 他家里有这一个四家庭的一个房子 四家庭呢 那就是说呢 可以每个Wolf Media有四十 不,有四万 不是四十万 四万多点 每个有四万多点 可以呢 这个用来挖矿 他可以把所有的线都拉到一个房间去 但这个是不是合法 现在还不知道 还没有问电工 当然在他自己家里呢 可能呢 没人举报 也不会有人查 那比较正常的Wolf呢 是说呢 你把每一个家庭拿出一个房间来 你四层楼 每一层楼拿出一个房间来 这样的话呢 肯定是合法的 但是把四层楼的都接到一个房间里去 是不是合法 这个就不太清楚 起码来说呢 这个做的话呢 是可以考虑合法化的做 即使拉到一个房间去 即使不符合这个法律规定 也是呢 不告不查不追 因为这个毕竟来说呢 他不是这个刑法的责任 他只是说呢 这个违反了这个 多可能都不管 因为你反正过交电费 用的电越多越好 所以呢 这个做呢 可以考虑下一步继续做了 但是呢 对于一个投资方呢 他现在要重新来布置 他当然觉得啊 你就这么三个卡 也给不了我太多的钱 但希望呢 有更多人投资 他说呢 再找一点人来投资 所以我呢 我说朋友呢 没有去的 人家有 要么呢 有的家里有电源 有的家里呢 他这个 电源不是很充足 但目前的卡也不多 只有三张卡 五张卡在家里够用 那也暂时不考虑去啊 除非说以后我买的卡多了 我没地儿去了 那我可以考虑租你的地方啊 到你那个地方去 要扩大在经营的时候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他说那你干脆再找人呢 那可以考虑加盟 那我说呢 那行 我就找那个不熟悉的人 陌生人来加盟啊 所以呢 我们就写了一个 这个 以太坊 加盟挖矿啊 写了个广告啊 也就是说呢 对这些感兴趣的人呢 都可以在纽约的呢 都可以放到他家里挖 当然 也可以呢 在自己家里挖 为什么考虑是 自己家里挖的 我们也帮呢 是你交上一百美金 我们就培训你 因为你在你自己家里挖 如果是像我其他的朋友一样 你这个家里挖的已经比较多了 你这个电力呢 也就是供五张卡 你买了第六张卡 没地儿去了 你呢 还想追加投资 那就可以呢 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他呢 这个就可以多拉点人来 到他那个地方投资 他呢 就可以收一点这个提成 收一点房租啊 收一点管理费 按照这个方向呢 那我们去走 但是推出来以后呢 并没有受到这个热烈的追捧 我们自己呢 都有一些圈子 而且呢 也登了点广告 但是呢 就是说 没有人 来这个 问啊 就是去他那个地方挖 当然有的呢 别的问的呢 是问 在他们自己家里挖的 这个还有啊 这个呢 他的电力啊 什么的还没说清楚 这种呢 那 只能是说 如果在他家里的 电力不足的情况下 才能够搬到这个 我跟郑先生合作 这个地方去 哎 我说怎么 这个不受欢迎呢 应该是有很多人 这个积极踊跃的 参与挣钱啊 我们分析了一下啊 确实美国呢 有什么特点 就是呢 没有钱投资 有钱消费 他有钱呢 他去消费 有钱 我买个车吧 这个有的现在不说美国政府发钱吗 是不是发些钱来 发了这个万八块钱啊 几千块钱啊 一两万块钱 家庭大人多的 哎 我就买个二手车啊 我过去没车啊 确实呢 美国人穷啊 这么说啊 也是对的啊 就是美国人家里本来没钱 那这段时间我又不去工作啊 我又不去消费 我天天呆在家里 有疫情 然后政府发了钱 那钱花不完 哎 那刚好 刚好就可以买个车 那你买车了 你怎么不拿钱去买个显卡 然后挖这个以太坊呢 这个呢 当然就是美国的一个特点啊 美国人对挣钱呢 不是那么感兴趣 更感兴趣呢 是我要买点什么东西啊 消费啊 所以呢 这个消费市场呢 是比较热 但是投资市场呢 不热 呃 这样呢 就大家呢 这个咨询这个以太坊 加盟挖矿的不多啊 呃 不只是美国啊 现在全球的投资呢 其实呢 都是有点冷啊 也就是说呢 到处都是 这个钱不多啊 政府发的钱呢 不多 大姐呢 还有一些消费的欲望 那到一些这个不法钱的 像中国这种不法钱的地方呢 那大姐呢 也挣不到钱 生活呢 应该说也是比较艰难 有点本的呢 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挣到钱 所以呢 也不敢投资 不知道哪一天是偷 不知道哪一天呢 能够挣到钱 所以呢 这个钱呢 还都是这个放在自己口袋里 不愿意往外拿 这就不愿意投资 当然我们这个项目呢 是长期做的啊 一年两年 三年五年啊 是想长期做下去的 不在乎这个一时一世啊 反正整个这个区块链市场 整个虚拟币啊 这一块呢 应该是呢 未来的一个方向 我们看中的是这一点 所以说呢 应该是长期做啊 那毕竟来说呢 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啊 只是说呢 过去呢 不把他当为一个主项啊 以后呢 逐步的呢 就把他做一个主要项目 那相信呢 以后随着这个区块链的这个热度不断的增加 相信有更多人呢 会投入进来 当然呢 泡沫也会积累 也会有破灭的那一天啊 目前呢 应该说是呢 还是一个积累人气的过程 这个破灭呢 得人气集中到一定的程度 这个来的人太多了啊 太破灭啊 这个欢迎呢 大家找我加盟 这个一太坊这个包矿啊 谢谢大家